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拼经济反网报 好 今节我们就谈谈两大碳酸饮品公司 这两个也代表了两家竞争的快餐店 这个可乐是老麦 白士没有记错的话就应该是家乡 KG 我想跟你说一个大马不好的消息 什么事呢 大马KG 都转到可乐 这样吗 没办法了 对不起 白士 拜拜 说回发生什么事呢 这两家 饮品巨头 可口可乐和白士可乐公司 白士公司现在接受美国联邦委员会的初步调查 什么原因呢 原来 这个委员会希望恢复一项 有几十年历史 但是过去二十多年基本上 是没有什么用过或者被冷冻的一个法律 而且这个法律 是一个反垄断的法律 这个法律就是为了制造工的定价规则 避免超大型企业 以量制价 压缩甚至摧毁新兴或者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 超大型企业当然是指这两家公司 和其他一些大的 零售商 反对人士就说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是违背市场机制 亦可能是 損害到消费者的权益 其实 白士可乐和可口可乐 这两个公司的定价策略 给什么 法律 是 是叫做 审查 原来 就是 叫做 Robinson Patman Act 羅賓逊 柏特曼法案 进行这个价格审查 这个法案 就是禁止供应商 向大型零售商提供更好的价格 而牺牲较小的竞争对手 这种状况 基本上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你拿个量大 它的价格肯定便宜些 不是要怎样呢 那说回 这条法律就是1936年通过的一学联邦法律 是对本来一条叫Crayton Act 克莱顿法进行的修改 这些法案 就为了 为了禁止 阻碍竞争 或者形成垄断的 价格歧视行为 所以 又被称为 反价格歧视法 但是由于 这些法律 是鼓励统一价格的 消除价格竞争 就被广泛批评 是违背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宗旨 那 已经有 人士就向 各界媒体报料就说 至少在上个月 联邦贸易委员会已经联系 有什么超大型零售商 和脈 玉儿脈 就寻求有关他们 你们怎样 批发价格 尤其是碳酸饮品 怎样定价 还有 你们 相关定价 还有其他讯息 数据 麻烦让我看看 好担心 新的调查 在拜登政府 现在 他在扩大 对大公司 因为现在很多大公司 拜登政府就觉得大公司 是对于市场有控制 还有 是有垄断 所以他现在就是对这些大公司控制 以及发挥他们反垄断力量的最新迹象 而且不单单是 技术领域 联邦贸易委员会 已经深入研究反垄断法 启动了很多 冻结了 好多年的法律 希望 可以压制世界巨头公司 的 垄断式发展 不单止苹果和Google这些相对年轻的公司 现在就向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这些传统的500强企业 都动手 我们看看其实也挺恐怖的 可口可乐是美国最大的 碳酸饮品公司 市场质量压 46% 我差不多一本了 百事可乐就是26% 联邦司法部 其实过去曾经在1977年的一份报告 他们要终止 罗宾 迅 柏德曼法案 的执行 因为觉得这样是扰乱市场的 但是 联邦贸易委员会 从来没有正式放弃这项法案 当然 更加人说 你有个法案执法都不够力 现在他就想够力 看看这个可乐和百事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可口可乐 这法案 就认为在整体的经济环境下 其实 中小企也要有他生存的空间 不过 中小企 业 当然 是 为什么敌不过大企业 因为他得到的价格 那么漂亮 但是 我又觉得很正常 你大企业 你拿个两大 他便宜点 又好像正常一点 但是这个法案的宗旨 就想着 大几零实商 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 这个 规模经济 压低价格 并且 等于变相是压缩小企业的营业额 这个法案的批评人士 实际上 最后執行这个法案会达到反效果 虽然他会促进中小企业 但是 对于 因为你始终 老实说 大商场买东西是否便宜过你的市场 一定的 是吗 我们这些 我们叫那些 Milbar 就是在社区的小超市 那些东西肯定是贵过 你的超大型超市 一定的 如果大家同样价格的话 批评人士就觉得 可能会 损害到消费者 因为消费者可以买东西贵了 那究竟什么 这条 Robinson Pattman Art 其实就是为了压制这个 价格歧视 价格歧视实际上 是一种价格差异 通常就是指 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人士 或者提供方 在向 不同接受者 提供 相同等级 相同 质数的商品或者服务时 在接受者之间 实行 不同的销售价格 或者收费标准 经营者 没有正当理由 就和 一种商品或者服务 对 条件相同的 若干 买主实行不同的售价 他正当理由可以说 你的量很大 可不可以这样 要求 我买这么多 和买少的价钱 这样是公平吗 那他就不和你拿 是的 当然 拿多一些 会有一个比较低的入货价 这是很正常的 我真的觉得很正常 当然 价格歧视是一种重要的 垄断定价行为 是 垄断企业通过差别价格来获得 超额利润的一种定价策 他不单止有利于垄断企业 是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 而且条件相同的 若干买主处于 不公平地位 这就是妨碍了他们之间的正当竞争 具有 限制竞争的危害 所以世界各地的反垄断法律法规 基本上都对这个价格歧视作出限制 西方的经济学 当中 就将价格歧视定义为 在同一时间对同一种 商品向不同 扣买者 是撒取不同的价格 其实 我反而觉得 他带商家去便宜点 拿货价 就是 我的感觉 当然 你不可以太过分 不然小商家没办法做到 他没办法做到 你不可以太过分 但是总是有差价 总是有不同的价格 没有可能我一间很偏远的地方 当然你可以 打起其他承盘 好像运费 所以这条法律 白氏可乐和可可乐 惊得真 但是是不是真的走到呢 很多人打个问号 当然 联邦贸易委员会 他真的在调查 白氏和 可口可乐 还有其他的大零受伤 我们介绍一下联邦调查委员会 其实是一个美国的政府独立机构 也很厉害 过八年历史 在1914年成立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促进美国消费 者的保护 以及 将 这些 强迫性壟断 是消财的 当然这些都是反竞争性的商业行为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也要看看实际情况 希望他能够计 如果大商家都 没有一个好价格 当然 我不是说保护大商家说明 我不是说保护他 但是大家都有价格 大商家买的东西 跟一家小店很偏远的地方买的价钱一样 或者是没什么差异 对于消费者是否公平 所以有批评人士觉得这样是不公平 对消费者来说 是吗 你这样搞吧 刚才你的例子 去开大型超市的亦都不会因为这样去回小店 大型超市的人 他 货品的种类多 item store item store 如果你说同样的商品的话 我不会因为 价格相同 我去回小店那里买 不会的 除非你近 或者你急 都对 但是 好像对消费者 没有什么好处 对消费者 是的 说回两家巨头 都叫可乐 但是 一般来说 Cocacola 一般叫可乐 白士就叫白士 这个可口可乐公司 也是八年巨企 是在1886年5月8日 在美国的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使诞生 最初的时候 是由约製司 这个 约翰 彭伯顿 创造一种 风味 糖漿并且 带到 他的 药房 将糖漿和汽水 混合之后 就造成了 独特的口味 哈哈哈 可以 在冷藏季出售的 一种 Soft Drink 他的合伙人 兼背计师 Franc Robinson 就将这个饮品 改名为 Cocacola 可口可乐 并且为他设计 所沿用到 现在的 这个商品用了很久 厉害的商品用了百年 独特的字体 目前 其实可口可乐 在大多数国家的 可乐市场都是领导地位的 每天 全球的销售额 有19亿份 白氏 当然 他成立 没那么 不那么 悠久的历史 不过白氏 公司 也有 200多个国家 这个分 分公司 和14万雇员 亦都是全球第四大的 食品和 饮品公司 总部 在纽约 白氏公司 1965年 由 白氏 可乐公司 和 Fritree Lady 合并而成 当然 白氏 找了很多明星 要唱歌 以前那些 老实说 个人偏好 我也是 Cococcola 不知道大家 没什么问题 这是现实 反正 反正 各发入各眼 不过说真的 Soft drink 尽量少喝 对身体来说 也不是 特别好 这个就是现实 这么简单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反正都是喝少一点的 这些 对身体 最重要是 身体健康 所以尽量少喝 好 拜拜 再见